我们这一句讲说 中国这一次 办这个北京冬奥 本来要想 展现大国的这个气势 展现大国省危 可能没想到 陪了夫人又这兵 之前讲过 他跟韩国因为这样子 闹得不可开交 让整个反中的势力 在韩国大幅的崛起 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 当然中美之间 现在关系已经很不好了 可能没有想到 又出现一个关键人物 谷爱琳 过去美国对于说 你要代表什么国家 美国也不在乎 反正我这么大 我有这么强 我有这么多运动员 我才不在乎那一两个 可是没想到 现在美国的社群网站里面 提到谷爱琳的时候 都加了一个字 叛徒 没有错 现在整个美国的网络 都在讨论谷爱琳 讨论谷爱琳的过程中 什么字眼都出来 有叛徒的 有无耻的 有恼死的 他甚至用喂养这两个字 来形容谷爱琳 跟美国的关系 这么严重 喂养是负面词 他用废的这个词 是指喂猪 我们才用喂养 所以说你看 譬如说好 我们现在看到非常非常多人 只要叫他谷爱琳 一定说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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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看到谷爱琳 爱琳 股后面一定夸号 chatter 或是hashtag chatter 他意思是什么 因为美国人非常不能接受 他说出生在美国 在美国喂养 看到吗 Fed USA Fed是指喂猪 是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贬义词 所以你看 在美国喂养 在美国受教育 在美国长大 在美国滋养 然后呢 结果呢 没有美国 你什么都不是单身 却背叛美国啊 终于是所有美国年轻人的心声 甚至你看他前面说谷爱琳 是chatter 对不对 他后面说要share less 就是无耻啊 就是没有没有下限的尺度 无耻 然后呢 要干嘛 Brain die 脑死的人 才会去帮谷爱琳讲话 所以呢 现在整个美国社群网站 都对谷爱琳炸锅了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他办这事 原本是想让大家一起和谐 但是谷爱琳这件事 有这么严重吗 以前我们刚刚讲到的 之前有很多美国出身的学者 他去帮别的国家 美国也没那么在意 为什么碰到谷爱琳 他们这么反感 那第一件事情嘛 他们本来就认为说 好你如果东挖西挖 他们也可以接受 可是原本反中情绪就在这边 对不对 结果媒体去问谷爱琳 谷爱琳这样弹簧 我在美国是美国人 在中国是中国人 这句话 惹火了美国的群众嘛 而且对于美国来说 最不能接受是什么 好处你都要 责任你都不负 就是这句话 美国现在不断挖说 好你去当中国人 我摸摸笔就认 可是呢 你有没有放弃美国籍 没有放弃 这件事情才是重点 像我们很多铁共 我都说你要去中国 没关系 那你放弃台湾籍 不要用健保啊 现在这个最像 就是那个美国的黄安 那种概念嘛 所以现在他们一直查 谷爱琳 有没有放弃美国籍 谷爱琳 有没有放弃美国籍 就现在查出来 谷爱琳那时候用中国籍 去出参赛的时候 其实是拿中国护照参赛 但是并没有谈论到 放弃美国籍 因为我们过去讲 双重国籍 这个人有两本护照 两本护照代不代表 他放弃美国护照 不代表对不对 所以现在整个西方媒体都在查 到底谷爱琳 有没有放弃美国籍 一定要把谷爱琳揪出来 可是这个浪草 既然让我们的胡叼盘 看到了问题 胡叼盘 胡锡进出手了 对 胡锡进真的出手 你知道吗 他竟然公开有写 这个所谓微博 他什么 对于谷爱琳的宣传要适度 而且要把局限在体育成功 跟奥运精神内 不要走到爱国主义 为国争光的说法已少用 他意思是说什么 你不要搞为国争光 搞到最后 果然是美国人 没有放弃美国籍 所以胡叼盘真的是不得了 他真的是闻到这个风向 而且他说在谷爱琳的问题上 中国的国家荣誉跟信誉 不能有风险 国家的回旋空间 一定要大于个人的回旋空间 所以胡叼盘这句话 其实应该是有知道某种状况 所以胡叼盘在干嘛 把这个爱国主义踩煞车 因为现在变形到一个 两个非常极端事件 美国对于谷爱琳 非常非常的生气 中国不断吹捧 他是爱国之光 中国之光等等 结果如果最后 谷爱琳不愿意放弃美国机 继续在美国生活 就会变成国家容易 大家抓出来 你不但去参加 你申请进到了Stanford 你还拿到了Stanford的奖学金 是 那我就问最后 冬奥结束了 谷爱琳要去Stanford念书 还是在北大清华念书 如果又回到Stanford念书的话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难看 所以胡叼盘提醒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继续看下去 有可能会出事 而且我听你讲才知道说 谷爱琳现在不是单一现象 原来中美现在的冲突 已经到了民间 而且所有的 今天只要你是来自中国的 我先怀疑你的忠诚度了 没有错 现在整个美国 甚至包含司法体系 或是情治体系 对于中国他就叫做 寧可挫插一千 也不可放过一人态度 现在我们看到有个 美国MIT的老师 他叫陈刚 这个陈刚有够衰 他莫非其妙 因为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在MIT里面 然后被传言中 他有加入这个美国的 中国的这个所谓千人计划 就说这个我中国给你钱 赞助你做研究 可是你所有的这个研究 都要给中国嘛 就他都先被抓起来 直接先抓一年再说 抓一年开始对他身家 做大量调查 他经流调查 真的 调查完 他是清白的 他先抓再说 押人取共 先抓再说 所以在中美对抗之下 美国真的是为了要 宁可错杀一人 也不可放 宁可错杀千人 也不可以放过一人的态度 为什么他们发现 中国去挖这种千人计划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甚至一个老师 你只要稍微了不起 我每个月光生活费 就给你一两百万台币 所以这东西 其实中国有计划 掏空美国各阶层的人才 美国现在当然反中 对 董事长 常常讲 一夜之秋 现在古爱玲这样的一个风波 就代表美国人 对于你的华裔 就是从中国来的这些人 他的不信任感 有这么强吗 我觉得不是针对古爱玲 或是华裔 那么简单的一个 来解读这个事情 这个当然整个来讲 基本上美国是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民族的大容颅 对不对 其实它是可以容忍 很多很多事情 本身就是多种民族的组成 但这一次冬奥这个事情 古爱玲的事情 搞得太过分了 因为他第一个不是孤立 他搞了好几十个外国佣兵 去搞这个玩意 就是为了要夺金牌 他夺金牌的过程当中 然后第二个来讲 他吹捧古爱玲的程度 太过分了 他过分的情况 就是说 他在叙述这个人的背景当中 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什么错误你知道吗 说谎 他第一个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他说放弃美国国旗 所以他在白纸黑字 在他的这个网站上 在他的这个奥林匹克网站上 说明了他放弃美国国旗 说他二零一九年 比赛完之后就放弃了 就参加中国国旗 当时是这样讲 所以美国人没有话讲 你放弃了就可以 因为中国你知道吗 中国是不接受 双重国旗的 所以你一定要放弃 当然在奥林匹克会章里面 会章里长得很清楚 一定要该国的公民 才能够代表该国参加 有这个东西 当然有这个东西 他们现在的问题是七搞八搞 把它变成一个 变成我这个永远拘留权 也可以来代表我的国家 那永远拘留权 永居权这个事情是政府给的嘛 我给你就给你 可是这都是前后矛盾 一直矛盾矛盾 他吹牛逼吹太大了以后 矛盾一直不断地抖出来 结果发现就是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金钱交易 整个国外林吃钱 就是钱买的嘛 而且我最惊讶的 比如说你说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 包括我们刚刚讲 都在谈这件事情 谈国外林我也不惊讶 我最惊讶的是 美国非常重要的运动化 你今天能够上他的封面 穿个比基尼 你就是今年最红的 结果他怎么讲 他说谷爱林你得到了金牌 但中国得到了旗子 你谷爱林是中国的旗子 他被利用嘛 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利用 因为中国拿这个旗子 在做什么用呢 宣传嘛 因为他本身中国的运动员 不可能拿到那么好的成绩 只有谷爱林人拿到这个金牌 那这个金牌是怎么来的呢 是美国的金牌 中国买过去了嘛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个问题 我给你买过来嘛 这个不是说你的是我的嘛 所以为什么韩国人讲说 他们偷了我们的金牌 我们把它抢回来嘛 就是这整个事情 跟奥林匹克宪章的 基本精神违背了 什么精神 运动家什么精神 就是公平的精神嘛 对公平跟自由嘛 他这个基本原则 都已经充足了嘛 在基本的价值 也充足的情况之下 他吹捧这个谷爱林 然后最后吹捧的过分 所以胡叼盘厉害啊 胡叼盘发现这个问题不对劲了 所以胡习近说不能再谈爱国了 因为这个很难看 谁的国 你把钱拿回去的 不是 谷爱林如果钞票 拿回美国 拿回去以后 到回美国当美国人 那你这个将来怎么怎么 这个整个宣传 你怎么宣传一下 宣传不下去了嘛 因为他不会再跟你中国共存亡 他一定回到史丹佛去读他的 他大学十八岁 还有奖学金 然后继续奖学金 继续当美国人 到时候他根本就忘记中国这回事 他来这边是干什么 来掏金的 来捞钱的嘛 因为这个整个事情 就是一笔叫做金钱的交易 然后他精明聪明的母亲 从北京的关系 然后母亲在后面 搞了一个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没有涉及到所谓的国族主义 这个问题 跟中国人把他吹牛 吹牛到去打击刺商 到美国人的自尊心 而且这中间偏偏谎言 这个美国人更不能接受 美国人最讨厌这个东西 你怎么可以说谎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所以整个事情用说谎 用商用这个买卖的方式 来买到了一个金牌 然后到美国人觉得 非常的窝囊增加了 原来就存在着相对剥夺感 所以这个仇恨越激越深 所以这次炸锅 后面还有更多事情发生 对的 当然我们台湾第一次 这么关心东奥 对于东奥里面 我们讲有两个选手 他竟然在台湾 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有一个虽然名字很不好 可是台湾人很感动 对没有错 黄玉庭他自己本身 因为穿着相关中国代表队的衣服 所以被台湾的网民 大家骂得要死 第一次发生 那么在冬奥 在奥运比赛场上 被淘汰 26名 全国大家很多的这个网友 大家举国欢腾都在网路上 竞相走告 你知道吗 大家很开心 可问题是相较于黄玉庭 你看逼得黄玉庭说 他黯然神伤 想要这次就想要退休了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剩下最后一个比赛 可是显然在台湾 没有人替他加油啊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 之前也是说了 你们可以不要替我加油吗 就真的没有人替他加油 你输了 大家还很开心这样子 但另外一位 叫做李文怡啊 他是谁啊 你知道吗 他是我们台湾罕见 这个滑雪竞数 滑雪竞数 他应该是第一人拿到这个 等于说奥运的相关的 这个比赛资格啊 那么其实他从小呢 在爸爸的这个培养之下呢 他非常有兴趣进行这个滑雪 我们常常在奥运 还是很多看到 那个滑雪选手 这个滑雪门呢 一个这样转过去 转过去 你知道吗 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用了好多的心血 就是有一个梦 他能够在奥运的电场上 也这样比赛嘛 结果呢 那么因为事实上 他真的不是 我们台湾就不是这个 等于说滑雪的 滑冰跟滑雪的这个天下嘛 所以呢 他在滑的过程当中 他闪失了其中一个门 他闪过去就没有滑到 滑过头了 滑过头没有 他做了一件事 他回头你知道吗 通常不会这样做 但是呢 因为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你反正你这个成绩 一定很差嘛 但他就回头去 把那个所谓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门呢 给闪过去了 但是这也是影响到他的成绩的嘛 可是他就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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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过来啊 在这些那么选手里面呢 有好多的人被判失格 他要接近一二十位选手啊 他 李文宜虽然他最后呢 还是输了 还是没能晋级啊 但是他在所有完全 完成所有的比赛里面呢 他是最后一名 可是他虽然是最后一名 却赢得了包括台湾 还有全世界很多人的掌声啊 为什么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 奥林匹克的精神 这才是真正的